大家好 我是DK 欢迎收看DK全脑交易 打造胜利方程式 好 今天是520 我这个标题写 红海家族动起来 5620后中小行骨 骑步走 渐翰GIS 这个一早上到公司的时候就 听到好几个飞机 从我头上画过 即便在这建筑物里面还是非常大声 还是幻象2000还是 最近有什么新飞机 我不是很清楚 那今天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的总统 换人了 换人了 那我先 这个国旗大家看得很清楚 普天同庆好不好 那个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今天 这个贵买指数 DK的这一根红棒 还是没有拿走开 你可以说我是想要 想要或期望他可以挪过来 那如果不小心掉下来变成一根绿色的 你也不要意外 市场有一个声音说 六月底啊 会有一个像样的回答 我这几天有听到 包括最近也有聊到所谓的 红海这个什么贝离 休息了三四天以后 大家就觉得说可能要休息了 休息也没有关系 我说实一句实在话 像这种市场的杂讯的干扰 DK听多了 DK在市场上 这么多年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 都叫干扰 我说今天 你那个台子期 你有看到怎么开吗 你有看到怎么开吗 开高一百多点 杀再拉 再杀黑 再翻平盘 再拉 请问一下 你今天如果做短线和当 或 短回合冲的人啊 请问你今天会被扒几趟 如果你还是使用大台 不要说还有选择权和小台 我相信你 应该是心跳是蛮快的 刷来刷去你不知道 现在到底是怎么样 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事件 今天520因为就职典礼的关系 就像昨天有投资朋友问我 明天今天怎么开 其实我也就是很轻描淡写的回答 就先开高 再杀地 再拉 那你问我说我怎么知道 我怎么会知道我不知道 我就是猜测的 结果就真的这样来来回回 最后加权指数还收了一个小红盘 贵买指数只有小跌 贵买指数早盘一直是在红的 所以我说啊 我就讲啊 我听到的声音听说 六月底前会有个像样的回答 那要回多少 要怎么回 你今天都看没有了 你还在听那些东西 我说所以我常说 DK在交易的过程 请你注入逻辑 不要去听那些 你只要看看你的仓位 你的部位 今天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风险 你要当一个老板 去看你整个的员工 你的股票就是你的员工 你应该这样去控制 那才是真实 对交易有帮助的事情 我今天带极党股票 竟然我的标题写 鸿海家族动起来 表示我观察到一些东西 今天再来讲一个正位 大家应该知道正位 他不是鸿海集团的 但是以前大家还觉得 他好像还有一点 跟鸿海有一点关系 那他们家族当然有关系 曾经是 你就当作是远房表亲 也没问题 他还是有一点点鸿海的相关的色彩 这个DK画圈的这个地方 是DK当初跟一些朋友 或者是一些投资人 在社群有聊到 这只股票 你可以在这里做琢磨留意 他很牛很盘整 再牛 他今天也有来到一个新高 59块叫创新高 这个 我相信如果有追FB的人 或者有听DK节目的人 偶尔会听到 DK会聊到 2392的正位 今天创新高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卖 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琢磨 我也不知道你想不想赚钱 在这里的确是有做了一个 稍微的回档 这个回档 你要按表操客 我说过你要有容错率 容错率是什么 就是在这样的摆档的当中 其实你还有在你手上 还有在手上 好我们接下来再看 2354的红准 这个红准 这个我也讲了很多次 我特地把它拉远来看 这个周期拉的很远来看 2008年这样看过来 你看一下 第一次常说做股票你需要期望值 就是你心里都会有一个期望 但是你不要变成是 我不希望变成盼望或做梦 但是你心里我们在做这件事情 开始交易的时候 做了规划总是会有一个期望值 你可以给自己一个期望值 我这边写 你不要管指数是2万还3万 你也不要管什么520前520后 我常常不跟你讲520前520后 即便我的标题那样子写 我也只是想说那520后呢 520后你要干嘛 哦哦盘明天就市场声音随着就下去了 那为什么 为什么 那如果没有下去 你要做什么 很多人无缘无故 会把资金撤出来 所谓的保留资金水位 你想闪跌 你闪跌就是闪涨 我再讲一次 你闪跌就是闪涨 不要觉得你好像确定 你知道什么东西 DK常劝说跟投资朋友聊天 你要想一下 你到底无缘故在害怕什么 你为什么不好好把你手上的部位 和你看到盘面的机会 好好的把它做起来 找机会切入底部起掌的可能 这个红准谁不知道很难做很牛很黏 也不跟很红海走 但是你看看我这边画一个东西 我拉近给你看 这个是近的红准 为什么DK在这里会画一个大圆圈 因为对我的规划来讲 这边是一个决战点 什么决战点 你看一下他的这个红K拉起来以后 就会有黑K很多根出现 再拉一根红 又要盘一阵子 再拉一根红还把你跌下来跌破 又再拉红回到这上面来 看起来好像在看图书的故事 是看图书的故事 那请问这样子这一圈看过来 底有没有底底高 他不是还在多头吗 但是你要能受得了啊 所以我才说你为什么要做交易规划 你没有做一个资金的控管 你很难在这边抱得住或者是不被甩掉 或者所谓一般俗称的什么死掉了 这个洗掉这件事不好听 我只能说 你有没有做好你的规划 拉近给你看啊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 这机会到底来了没 没关系啊 我们等等看啊 他们说红海要下来 什么背离 什么要休息 你去看他还在很高的地方 他不要天天长啊 他干嘛要一直拉 一直拉就结束了 慢慢的温火的煮 慢慢的往前去推 机会会走的比较久 再接下来我跟大家聊一个贱汉 这个之前上礼拜节目 还上上礼拜 上礼拜 上礼拜是聊电气电燃 我跟大家说贱汉 一样 烘海概念股 你看一下这个所谓的年限向上 大概在20.80左右 他一样还在线上爬 拉远来看 我常说啊 你不要看到业绩转好 或者接到什么订单 你才要进来买股票 这件事到底谁不会 谁不会 你讲基本面那些面的 你就会讲很多外部的题材 来套用你的涨上来的股票 还是你先做好等他冲出去 结果你的成本是在底下 这件事是我常跟大家提醒的 我拉近给你看 我似乎要好有耐心 好有耐心 当初鸿海的耐心 你不是很够吗 我看蛮多人可以一直持有鸿海 不管你是用感情持有 还是技术面去看去持有 还是真的发现他准备要到大爆发了来抄 来买进 我都不管 我不管啊 反正你就是会持有 或者有些人运气也很好 就站在风口上 他就在前一天买 就一口气从100拉到170啊 他有各种的情形会发生 交易市场就是这样有趣 就是这样的 有些人他做的越短 抱的越短的 他通常赚的越少 因为一下他就觉得好开心 那抱的越久的人 我们先来看 我先把这鸿海打出来给你看 我写一个持久站 你看这大概有三年多 一口气拉起来 这个我在上面 上一次的短新闻路我也有讲过 好有耐心好有耐心 那其他的股票为什么 就不能有耐心 他的家族不能有耐心吗 或许你也要等 等可以等得出来 你要去想 每一档股票你可能都需要 鸿海如果你很有耐心 那鸿海家族 你有耐心吗 好这一点我留给大家去想去规划 虽然不一定鸿海家 鸿海拉鸿海家族一定要拉 没有 没有人这样想 只是我这么认为给他一个期望子 我认为他是有机会的 再来讲一个之前 常常讲那个不是调侃的 我知道很多客户手上有 我身边周遭也有人 因为他赚钱又输了一堆钱 满手这个也不知道怎么处理 看AI涨到都翻掉了 他们还满手的泥招 这叫6456GS 在手上 说起来有一点感觉就是说 这支股票还没有没有机会 我说不要伤心 我们红海军团站起来 就像我们这一波看还有 其实还有很多股票 红海的都还不错 都还有机会 今天DK只是把几个东西找出改给你看 你要如果要听更多的 红海其他相关的股票 不一定是红海底下旗下的 也许是泛红海 例如郑伟等其他的 你真的要加入DK的群组 小老鼠DK525 LINE的群组好不好 好 我放镜给你看 我还没有放大镜给你看 上礼拜五叠嘛 今天又小拉了一下 他可以你看他前面 从76块下来啊 很深 很牛很累人 这边打了一个55.4的D 上来这边终于到年线 年线要弯上来 可能还很久 去算扣底可能都 还不知道要多久 可是他上来了 他只要在这上面够久 我没有叫你压 我再讲一次DK不中压 我叫你跟 叫你布局 叫你慢慢的跟 我从来不会告诉你什么是可以重压的 你要重压就去拉斯维加斯就好了 你重压是用赌徒心态 还是你有两亿 你可以重压 你重压两千万 但是你有两亿 好不好 你要自己去少 但是如果你是单股 你觉得什么 我怎么样 我要一把一口气要赚好快 通常我都会讲一句 比较 比较 你不爱听的 好像我不想快一样 能快干嘛慢 我们在市场那么久 我为什么还是叫你不要轻易的做这件事 我没有内线 还是你有 那你有 你要可能要小心一点 内线交易这件事情 好 这6456的GIS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认为这个 大家去看一下 能上来 这边都不上来 这边能上来 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来 请看下去就知道 反正明年还会开盘 来 最后这一档 3149的正达 我前面也有跟大家提 你看这个下来 多么累人辛苦 也一样也 让很多投资人上来心 如果你没有在这个84 我讲60块以上 这量非常大 你在这里琢磨 没有在这里走掉 或做一个规划 甚至是 这边破了 40块没有停损 你一下来会遇到 减完值的16块 这个也是相当 辛苦的 心酸的 为什么 我在讲你抱着这些的过程 其他AI都涨翻天了 好多股票好厉害 你的钱 只有那一套 没有800套 我再讲一次 没有800套 所以如果你没有去做过 要卡在这里面 你其他的钱 如果你会做股票 没有赚到 管于是输到 就像前面讲的 最前面呼应前面的 哇塞 你六月底看空 那你一定要放大台空单 或选择选空单 或小台 我不管 或者你买反一 你如果看空 或觉得要跌 你就要买 看对不做 比看错做错还低级 这是DK以前常常会跟投资朋友讲的 你可以想一句这句话 只有以身是法实用主义 你才有办法在交易里面体会到 什么叫真枪实弹 其他我认为你都是讲空话和眼而已 眼而已 我这边写规划留给我 机会留给你 看得懂规划的你就懂 看得懂规划的你就懂 这边不会不好防御 看你怎么防御 细节我会在我的群组慢慢的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分享 好最后我讲一个 艾比克泰德 大家应该没有听过 我很少听到 古希腊哲学家斯多格学派 哲学 心理 生理 实用主义 这个是可能在交易面实在面 你可能会常遇到 我今天跟你聊一点点的哲学 不要追求一切发展都如你所愿 而要期待所有事情都会顺其自然发生 那么你的人生将会顺顺利利 幸福和自由与否 乃取决于你可以控制的事物 你今天能控制大盘这样来来回回吗 上下的点数超过330点期 你想要控制这一条大蛇 你确定你有控到吗 因为城市交易都输 他都被拔 三八盘五八盘 你不要骗我了 你不要骗我了 你看不懂啊 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可以如你所愿 你就期待它自然的发生 这并没有什么 股市涨涨跌跌 股市涨涨跌跌 你只能做好控制你自己可以做的事情 你如果喜欢DK的节目 你要加入小老鼠DK525的群组 还要每天收看我的节目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边 接下来DK还有好多要跟你分享 拜拜 拜拜 本公司以往直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 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学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 中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说看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太有sense了吧 拜拜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